HELLO MELLGAX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Joanne88 2.0 開始 忽然詞窮忘詞 畢業致詞 其實我沒有畢業致詞過啦 但是就是我有在 就畢業典禮的上面表演唱歌跳舞過 通常如果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因為你就是正在表演 你就假裝沒事就繼續演下去 反正大家也會把它視為一個表演的部分 對啊 喔 有 我表演的時候忘記就是 剛開始那個跟馬尿一起做的 你朝我方向走來 我每次都覺得因為馬尿的音樂就是有一點像是一個 一個輪迴 然後它就是有一點點 在每個小節都有一些不同的小變化 但是你不仔細發現的話 它就是好像就可以過去 所以我在寫這首歌 雖然歌詞寫出來 但在表演的時候我常常都會忘記 對 所以比如說我在唱副歌的時候就是 喔 我們不只有Digital Digital 喔 丟掉手機 只要是 丟掉手機 可以 get physical Physical 然後你在聽第二段的時候 我是寫說 喔 我們不只有Digital Digital 喔 喔 我們不只有Digital Digital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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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寫可以 get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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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喔 不要想得太多 遇見你以後 有閉上眼都是好夢 真的很難記 然後每次我跟Mania表演 我們都會 瀕臨唱作邊緣 就是 在唱出那一句的前一秒 就會看那一方 就會想說 Legical 然後唱出來這樣 那我們抽出第二組 幸運的狀況 睡醒夢見長一顆巨豆 化妝遮不住的那種 拍攝雜誌封面 這個東西應該有發生過 就是 因為 膚質狀況就是很難 每天都表現得很好啊 這個他想要長的時候 就會自由生長 所以 如果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就是要用POSE 聰明的帶過 比如說他長在這邊 一個觀音棟 那你就一直 就這樣 對 然後在這邊 就這樣 然後在這邊的話 就這樣子啊 你知道 就是用這種邏輯 他就可以化現為一 Do對不對 發生這個東西 那你就唱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e A drop of golden sun 抽出最後一個幸運的詞條 遇到不想見到的人 跟 出門買宵夜 有啦 我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在念服裝設計系的時候 然後 在大職嘛 因為我學校在大職 有時候 因為 會在那邊 車衣服 車很久 車到很晚 可能在朋友家 到半夜 我們就會出門買鹽酥雞 然後正好 我們的老師也住在大職 然後他就出現 然後我就 趕快跑喔 功課還沒教喔 我最近有一首歌 接下來也會上線 叫做 Hello Bye Bye 然後最後的尾句 就很適合這樣的狀況 就是可以這樣 然後滿滿的唱這首歌 就是這樣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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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Bye Bye